早安,歡迎收看八點新聞,我是劉怡函 國慶煙火在屏東登場,創下了32萬人次觀賞記錄 但是卻因為連日大雨來攪局 導致現場的地明明不堪,還激起水來,也讓洞線大亂 遊客沒有辦法慶場,想要騎上機箔車,也要苦苦來甘等 1.5公里,居然要走上1.5個小時 而對此屏東現場潘蒙安,在凌晨12點19分 送完最後一名遊客之後,他也在臉書上道歉 表示現場疏散不順,場地歸化不周 活動上的確有做不好的地方,現在團隊也會深刻來檢討 看完了煙火,而今天是國慶連假第二天 各地也都是多運到前的好天氣 但是要提醒您了,日夜溫差比較大 在外面的時候,要記得帶上衣物適時來添加了 而交通部高工局,今天也預估了 國道在今天會湧入大量出遊跟返向的車潮 尤其是國道5號,恐怕將會從一大早6點鐘 南下跟北上會接力狂塞,一路塞到深夜10點 提醒用路人,最好要避開尖峰時段上路 昨天國慶連假第一天,天氣也是蠻不錯的 像北部地方的遊樂園區還有著名風景區都塞滿了人潮 台北市的動物園任門場館 在中午,號碼牌就已經發光了 午後到訪的遊客心態人太多 還有小學生說,根本像在逛人園一般 台北市兒童新樂園熱門設施,也要排隊一個小時才可以玩得到 連新北市的九分瑞芳等地,也是人潮車潮滿滿滿 另外來看到,這個計程車問長碰到了恐怖罪漢 嗆瞎說要找小弟來開槍 這名喝醉男子當時搭乘小黃 說要到新北市樹林的卡拉OK店來消費 但是途中不小心吐在車上了 所以司機相當生氣,要他付2000元的清潔費 沒有想到卻反遭遭到嗆殺 楊仁說要叫小弟來開你槍 讓司機嚇得趕緊報案 台中是一個男子,偷了機車 在路上行晃時,被遠景發現藍茶 沒有想到他拒捕還跑給警察追 結果一個大轉彎撞進民宅的騎樓,受傷被抓 不過卻被警方也發現了 原來這個男子,他就是東區的頭痛人物 曾經坐在車水馬龍的大馬路上指揮交通 甚至上個月因為不滿被要求補票大鬧鐵路局 還在嘉義的區間列車上拿安全帽砸傷列車掌 副總統陳建仁昨天深夜 率團前往教廷要展開聖德專案訪問行程 而在登機前,他也接受訪問表示 希望這趟旅程可以更加促進台灣跟教廷的邦誼 一塊來聽聽 雙十國慶日,在東澳屋簷角發生了兩起意外 一大群遊客滑獨木舟永渡屋簷角時 只會因為海上的風浪太大 導致18個人受困海上 而其中三個人甚至掉落海中 所幸最後通通被救了起來 但是無獨有偶的是 在岸邊也傳出獨木舟翻覆案件 划船遊客的手臂還因此骨折 一名陳先生生氣地說 台北市民生社區的中游加油站員工 居然按槓他的會員集點卡 陳先生說,他連續兩次來加油時 都碰到同一個員工 但是這名員工不但是沒有把點數加進去 還疑似掉包了 換到另外一張會員卡裡頭 不過加油站長出面表示說 當天真的太忙了 可能是因為忙中出錯 不小心才會加到別的卡裡頭 記者來說,卻已經弄出一肚子氣 記者梁家瑋,張俊涵,台北採訪報導 桃王讓人看了好生氣 行道樹被人惡意拒斷 至少有10棵路樹死光光 基隆市中心的田寮河兩側 原本健康的張樹被拒斷 甚至還有一些被扒了一層樹皮 而且從9月初開始就出現了類似狀況 但是因為監視器沒有拍到 很難抓到兇手 因此管理單位希望大家 一塊幫忙抓住惡賊 台中無期文明街上被民眾發現 在一塊空地上頭 居然立了21根的水泥柱 還以為是新的打卡景點 拍下照片PO在網路上 讓王曉月搞笑地回答她說 難道這裡也要來辦搶姑嗎 不過市府都八局到場勘察時判定 這是施工當中的廣告物 雖然這個空地算是私人地主擁有的 但是建水泥柱 還是必須要依照規定來申請許可 現在水泥柱被市府認定是違建 將要求地主限期改善 否則就要強制拆掉 一名正姓男子 昨天跟妻子來到台北市爬七星山 但是在前往主東風步道時 突然不舒服倒在地上 由於位地相當的偏遠 到場的消防人員 還必須要請求直升機吊掛救援 緊急送到榮總來急救 但是最後仍然宣告不止 雙十國慶大典 總統府前政壇大佬紛紛出席了 因此台上的互動也格外備受關注 總統蔡英文主動走向前總統馬英九 握手致意 而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跟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則是不斷咬耳朵 但是這一讓只有一排之隔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看起來險些被冷落了 那麼至於卓榮泰跟宋楚瑜之間 到底在聊些什麼呢 是不是要親自出馬來挑戰2020 宋楚瑜對此不願鬆口 只說改天再聊吧 但是當國歌唱到了三民主義無黨所蹤時 行政院長蘇貞昌則是跳過不唱 雙十節下午 泛蘭團體就在國父紀念館外頭 自己辦了國慶活動 而包括前總統馬英九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還有代替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韓顧瑜出席的夫人李家芬 全部都出席參加了 但是馬英九跟吳敦義都離場之後 這李家芬才趕到現場 也讓馬韓關係再次引發聯想 那麼至於國民黨不分區名單 吳敦義也首度明確表態 他不會排名第一 台北市政府昨天早上也在府前廣場 舉辦了國慶升旗典禮 而當時市長柯文哲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還有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首度同框了 宋楚瑜跟郭台銘卻只有禮貌性的打招呼 看起來幾乎零互動 而郭台銘被問到 會不會跟宋楚瑜合作時 他則是冷冷的回答 我不要選總統了嘛 要合作什麼呢 不過郭台銘在雙十節 台北桃園接力跑 參加升旗典禮要來搶曝光 同時他也帶領了兩位郭家新兵亮相 分別是嘉義市議員戴寧 還有苗栗縣竹南正明代表陳一化 誓言要進軍國會 聲勢浩大受到支持者力挺 但是在活動現場卻有韓粉歌功開嗆 對著他大喊韓國瑜萬歲 場面一度尷尬 趁著雙十國慶四天年假動起來的 還有柯文哲了 他正式啟動輔選列車 昨天下午 兩跑了兩位自家提名人的活動現場 要用自己的高人氣 幫參選人拉抬聲勢 現在距離2020選戰只剩下三個月了 主攻國會席次的台灣民眾黨 首播已經提名了八位立委參選人 楊寶寶可以有什麼好處呢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期刊循環 在日前發表的研究 狗主人可能會比較長壽 心血管的健康狀況 可能也會比較好一些 那麼尤其是曾經心臟病發 還有中風的獨居者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內分泌 跟新陳代謝系的助理教授也說了 對於這兩類的人來說 養狗的益處更大 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可以降低31% 另外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也發現 一邊攪口香糖一邊運動 可以加快心跳增加卡路里的消耗 國內新陳代謝科醫師 也證實了這項說法 他就分析了腳口香糖同時 口腔周圍的膠感神經會將神經傳導物質 藉由中樞神經傳導到體內各個器官附近的膠感神經 那麼如果這個時候就一邊運動的話 心臟部位的膠感神經受到影響 心跳加快也就會消耗卡路里 研究人員也解釋了 這個又稱為是心臟運動同步現象 內政部公布了去年特定死因除外檢疫生命表 如果排除掉蟬聯37年 國人十大死因之首的惡性腫瘤 去年國人的平均壽命就可以從原本的80.69歲 提高到84.63歲 那麼也就是說呢 光是癌症就拉低了國人平均壽命3.94歲 而拉低壽命的第二名則是心臟疾病 平均拉低國人壽命1.69歲 透過核磁共振把病患的五臟六腑 全部看透透偵測腫瘤 內政部公布去年特定死因除外檢疫生命表 要是排除連續37年位居國人十大死因之首的惡性腫瘤 去年國人的平均壽命可以從80.69歲提高到84.63歲 也就是說因為罹患癌症的關係 拉低將近四年的平均壽命 其次是心臟疾病也拉低國人1.69歲的平均壽命 第三名肺炎也讓國人平均少活1.02年 像大腸直腸癌 女性的話是乳癌 那像最近的話胰臟癌 等到看起來都是在50幾歲60歲 一罹患是末期的話 那整體的壽命就會受影響 台灣每年新增的離岸人數超過10萬人 其中大直腸癌每年新發生的病例 已經突破1.5萬人 五年存活率落在15-25% 衛服統計平均每年會增加1.2萬名的乳癌患者 這也是我國女性 好發的第一大癌症 肺癌則是因為大部分患者都無法開刀 五年存活率更只有10%以下 另外心臟疾病同樣很致命 想要提早預防之後還是從生活形態開始做調整 專家也分析職業生理條件 飲食習慣或者是生活壓力等因素 才會導致各類死因對平均壽命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 最後一點黃明慎 太誘導了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 根據讀者所提供的影片 元朗名九龍新亞中學的中六 相當於是高三的女學生 跟這一校一名19歲的畢業生 她們七號在九龍紅磡的大街上 居然無緣無誤被抓 那麼當時 她們沒有穿上反送中的示威者黑衣 也沒有戴上口罩或者是面具 就遭到數名員警給盤查 而此舉引發的市民議論紛紛 也要指責員警無緣無故抓人 郵輪旅遊這幾年形成了一股風潮 那麼台灣成為亞洲第二大市場 為了搶拾每一年456億元美元 相當於是一兆4000多億台幣的大餅 業者現在也紛紛推成初心了 甚至從設計到建造 都利用3D立體科技 打造出改變遊戲規則的頂級豪華郵輪 也重新定義了摩登奢華的旅遊心裡面 星期四收盤的美國股市 三大主要指數同步上揚了 美中第13輪貿易談判10號在華府登場 美國方面傳出因為考量達成部分協議 談判氣氛樂觀 讓股市全面走揚 中廠道雄工業指數上漲了150.67點 來到26496點 納斯達克指數上漲了47.04點 成為7950點 S&P500指數上漲了18.73點 收盤報2938點 休息下繼續帶您關心 金捲學校居然被踢爆虐狗 現在訓選師挨罰了75000元 詳細內容馬上回來 國慶連駕到來 高雄沿城區八號深夜 卻有一部機車突然呼嘯而過 巡邏員警仔細一看發現 怎麼機車上騎士跟乘客 都是沒有戴上安全帽的 但是更離譜的還在後頭 在機車上居然貼了五個人 而經過調查發現 他們是要到附近牽車 貪毒方便才會五貼上路 但誇張行為讓員警忍不住言語 要認真看才知道誰是駕駛 宜蘭南方澳跨港大橋斷裂之後 從今天早上8點鐘到昨天10點鐘 已經26個小時封港 終於是把320公噸的斷橋橋拱 調離漁港航道了 到了下午1點多 運底距離400公尺外的蘇澳港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而另外事發當時 被壓在橋下重達328公噸的 新台勝266號漁船 在昨天也終於被拉上岸 南方澳海鮮一條街 也受到斷橋影響 讓遊客銳減了五成 不過隨著國慶連假開跑 現在陸客陸續湧現了 餐廳跟伴手禮業者開心之餘 也希望接下來的國慶連假 還可以人潮不斷 翻轉南方澳斷橋之後的人氣 桃園市陽梅區警犬學校 疑似被離職員工上網踢爆 根本在虐狗 爆料者拍下受虐犬隻的慘狀 貼在網路上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來救這些狗狗 警犬學校的成績負責人否認有虐狗 說這名管教師當的是訓犬師 而且是他情緒失控的個人行為 桃園市動保處將會依照動保法 開罰這名訓犬師七萬五千元 美國自然NBA國健隊總管莫雷的停港言論風波 延燒到美國本土賽場 費城七漏人在9號跟龍獅隊交鋒時 有球迷就因為挺香港標語遭到驅逐出場 引發美國球迷踏罰 批評有自由之省美名的費城已經淪勝了 不過對此 七漏人對官方網站在昨天發表聲明 指出這兩位被驅逐的觀眾 是因為干擾到別人的觀賽權益 並且有多位球迷投訴 在經過三次警告之後 才請兩個人離開 教育部推動國內留財措施 第一步是要彈性薪資 還有教授學術研究加緊提高10% 到了明年還會再編列 30億6千100萬元的經費 預計會有3萬人次能夠因此受惠 但是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 也發出警訊指出 55歲以上教授有超過5成4 在10年之內 就會面臨一半以上教授借零退休 恐怕因為人才斷層 而影響到教研的能量 帶您來看到這間香蕉煎餅專賣店的故事 從饒河夜市擺攤起家的老闆陳文傑 會賣起泰國的街邊小吃香蕉煎餅 他說是因為當初到泰國旅遊時 就愛上了這個滋味 回台灣之後想要找基於中的美味 但卻沒有人在賣 於是決定自己創業開店 帶您快來看看他的故事 眼鏡品牌立拼數位轉型 與經濟部合作導入了極致配進體驗 與全通路智慧影客服務計畫 副董事長蔡國平表示 品牌將累積超過40年消費者資料 轉化成為大數據資料庫 貨員在產品用情之前 就會收到回購提醒資訊 或者是依照使用者購買的產品種類 自動對應出相對的產品來推薦 此外 更與眼科 還有醫美院所結盟相互轉介 也成功帶領品牌業績成長了將近6% 玉山經齊下的玉山銀行 長期支持優質的藝文活動 而到了10月份 要再次舉辦玉山音樂饗宴 第九度邀請到奧地理國寶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來到台灣巡演 而今年除了首度到宜蘭表演之外 也是第一次到高雄衛舞營音樂廳演出 讓南部聽眾可以在國家級的表演場館 欣賞到世界級的美聲饗宴 而這一次也是玉山銀行 跟傳達藝術第九次的合作 再過六年 台灣將要邁入超高齡化社會了 每五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 但是根據衛福部 最新的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收支報告顯示 我國失能人口在2026年會超過百萬人 那麼到了2027年 長照恐怕就要面臨破產 我們的長照基金是難以指引長照制度的 日本長期縣的動物園上傳了這段影片 使工作人員把整顆西瓜餵給河馬吃 河馬會張開大嘴巴 用尖銳的牙齒咬碎西瓜 瞬間噴出大量的西瓜吃 而這樣的影片吸引大批網友乾看 也直呼河馬的嘴巴就像是研磨機 新聞最後也帶您快去看看 我是劉環 感謝您這一集的加入 更多新聞內容也請您持續鎖定 台式各級新聞 我們再會